兄弟们你们还记得我们之前放鞭炮的时候 马桶向尿的那个视频吗 当时给大家删减掉一部分 就是肉堆的表现 没有给大家捡进去 让大家看一下 肉堆见到这个鞭炮的时候 它是多么的激动 它直接把鞭炮给拆了 直接看画面兄弟们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大家明显能够看到 本来是一挂完整的活鞭 结果被肉堆咬过之后 散了一地的散炮 这家伙直接咬掉好多好多的炮 气死我了 虎头虎脑的 这啥都不怕 也是欠炸你知道吧 我们再看一下 当时鞭炮放响之后 两只狗狗的反应 马桶是吓尿了 但肉堆当时没有发现它在哪 我们一会来看一下 肉堆是不是还是不害怕 走开 马桶你们左远一点 马桶 马桶左远一点 马桶 马桶不要回去啊 不要回去啊 马桶 我们看到了 马桶吓尿了 那家伙下的是上天无路 下地无门 但是肉堆是一点屁事都没有 你看他咬着尾巴 趾高气扬的 马桶全程是夹着尾巴 肉堆的尾巴翘得老高了 就是说肉堆他不害怕你知道吧 这家伙实在是太火了 土狗跟二哈 见到鞭炮的反应 那天壤之别啊兄弟们 放烟花放到正嗨气的时候 突然间发现狗不见了 只有肉堆在旁边 马桶怎么都找不到了 然后我说我们可家里满院的找啊 最后发现他自己打开门 躲到笼子里面了 往那一躺 跟半死不活的 跟受了多大惊吓似的 实际上也的确是受到惊吓了 但是人家肉堆都没事啊 你看人家肉堆 那还是屁呆屁呆的咬着尾巴 马桶的尾巴夹住 对不对 往那一坐跟个傻子似的 所以说这个二哈 跟这个土狗啊 面对放鞭炮 那真是反应天壤之别 肉堆刚开始虎 到最后放过鞭炮之后 还是虎 跟没吃狗似的 你看马桶 现在你看 为了怕马桶心里难受 我让肉堆进笼子陪着他 结果马桶呢 你看你看 半死不活的 嘿嘿嘿 以后再也不让你看扁炮了啊 马桶 好不好 你自己要出去看的 结果你啊 你看人家肉堆 肉堆没心没肺 在笼子里面啃骨头呢 哈哈